来来来,Alice & Victor今天会带大家用手工做冰皮月饼 上一期的视频,我们已经分享过怎样做饼皮和类馅 大家可以去看看 我们先来做第一个花形 饼皮的总重量是25克 两个白色的面团10克和3克 六个颜色不一样的面团,每个两克 颜色可以随自己的喜欢 把所有的面团稍微的冲圆 把六个不同颜色的面团稍微搓长 长度和宽度尽量保持一样 再把面团一个接连一个粘在一起 把形成长形的面团圈起来 慢慢的整形成为一个圆形 尽量保持每个颜色的均匀度 把已经搓圆的白色大面团 用手掌轻轻的按扁 不需要按得太薄 再把六个颜色和小的白色面团都用同样的手法按扁 记得要保留圆形 旁边的六色面团漂亮的一面紧贴着白色的大面团 小的白面团就贴在六色的面团上 把粘在一起的面团轻轻的用手掌按压 尽量的把边缘按压的比中心更薄些 操作的时候可以撒上一些手粉防止粘黏 面团按薄之后就可以包入馅料 那包馅料的手法是用扶口收口的方法 我们在上一期的影片已经分享过这个手法 大家可以去看看 面团收口后稍微的搓圆整个心 那我们要撒上一些手粉方便操作 这个花形所需要的工具是竹签和画笔 先用画笔尾端在月饼中心点个圆为记号 再用竹签把月饼分成四等份 竹签的尖端向上 从叶饼底部往中心点轻轻按压 先轻轻的画出四个记忆 画好之后再加点力道把线条按压出来 接下来在两条线条的中间画个线条 把叶饼分成八个粉份 我们继续在两条线中间画个线条 现在的月饼会分成十六个等份 把分割好的月饼稍微的整下心 接下来我们会用到画笔的尾端 用画笔轻轻的四十五角度往下推 另一边的是指轻轻的辅助饼皮 这样可以防止饼皮被戳破 做好一圈后 继续用画笔的尾端 这一次的力度会更轻些 画笔往上靠近中心的地方点个洞 最后用一丁点的饼皮搓圆放在中心 我们的花形就做好了 轻轻的用毛刷把多余的手粉扫掉 接下来是兔兔的造型 饼皮是二十克的白面团 五克的粉红面团 在做花形叶饼的时候 可以把馅料改为二十克 因为厚一点的饼皮会更加容易的造型 同样的把面团搓圆按扁 粉红色的贴着白色的面团 因为要呈现白里透红的感觉 粉红色的那一面就用来包裹馅料 白色的那一面就会做表皮 密封后的面团撒上少许的手粉 再慢慢的搓成椭圆形 想像做兔子的形状给面团整形 形成一个圆鼓鼓的屁股 还有尖尖的头 用手指轻轻按压头部的两端 稍微的凹进去形成眼颊 再来使用一把剪刀 在兔子身上的头部方向剪两刀 剪得越长的话就越像兔子的耳朵 用毛刷沾点水 轻轻的点在兔子脸颊的两旁 再黏上黑芝麻或黑豆 千万不要用糖猪 因为糖猪会化 最后用一小块的白面团形成兔子的尾巴 兔兔造型就做好咯 第三个花形 所需要的面团是12克和5克的白色 8克的黄色 黄色面团会贴在白色大面团和小面团之间 白色小面团的那一面会用来包裹馅料 撒上手粉稍微的整形后 同样的用画笔的尾端点个中心 这一次的工具是参刀 在参刀的背部撒上少许的手粉 参刀和竹签的操作手法是一样的 先把面团分成四份 参刀是有下往上往中心推 把四个线条度划出来后 在每个等分类划上两刀 形成12个等分 同样的先轻轻划个鸡印 再加点力道把线条划出来 12个等分都分出来之后 我们会使用筷子 那我们会用比较圆头的筷子 用筷子的尾端 每隔一个等分轻轻的七舌角度往下推 形成下垂的形态 另一边的手指轻轻的扶作饼皮 这样可以防止饼皮被戳破 不管是参刀筷子或其他工具 都需要沾上一点手粉才来操作 接下来在空桌的部分 用筷子轻轻45度往下推 做出来的花形应该有两层 一层是下垂的 也就是我们之前做的那一层 那现在这一层会比较靠近中心点 接下来用筷子在中心轻轻的点一点 把两个不同颜色的小面团放在中心里 第三个花形就做好咯 接下来第四个花形 所需要的面团是 两个白色的面团 10克和3克 六个颜色不一样的面团 每个2克 面团颜色的组合 还有包裹的方法 和第一个花形是一样的 我就不再重复 先用画笔尾端在面团中心点个眼 这个花形的做法和第一个花形差不多 就是把工具改为仓刀 同样的先用仓刀背部轻轻画个记号 然后再加点地刀把仓刀有下往上推 把线条滑出来 四个等份滑好之后 在每个等份的之间划上两条线 形成12个等份 12个等份都分割好之后 我们可以选择用筷子尾端 或者是这个方糖的工具 方糖工具我们会用到比较细的那一端 使用工具轻轻的45角度往下推 另一边的是指轻轻的辅助饼皮 这样可以防止饼皮被戳破 12个都做好后 稍微的整下形 如果家里有尖锐的工具 也可以像我这样轻轻的在每一个部分划上一刀 最后可以在叶饼的中心放上一颗糖珠来点缀 我们第四个花形做好了 第五个花的造型 面团分别为5颗的白面团 20颗的颜色面团 我用了橙色 馅料方面我用了20颗 5颗的白色面团再分出2颗和3颗 3颗的白面团会粘在橙色的底部 然后用来包裹馅料 2颗的白面团先放一边 馅料包好后稍微的整形 再把2颗的白面团贴放在饼皮上层的中心 撒些手粉用手指轻轻的熏开白面团 白面团会呈现花的中心 稍微的按压按平面团让它不再是圆球形 使用画笔的尾端在中心点个点 花朵造型的工具很简单 就是一把颤刀还有我们的手指 轻轻的用颤刀的背面在面团上画上5刀 形成5个花瓣 5个等份都做好之后 在每片花瓣的尾端 轻轻的用拇指往下压 按压的同时 领一边拇指和柿子要捏住花瓣往内挤 那中间的话就可以形成一个尖尖的尾端 做出来的花瓣会更漂亮 做好后稍微的整下形 利用颤刀再次深刻的把线条划出来 在中心点个点 利用家里任何尖锐的工具 我们在每朵花瓣里划上两刀 接下来用一小坨黄色的面团做花中心 做好了 记得把多余的手粉扫掉 如果有糖猪也可以放上糖猪 第五个花形就做好了 第六个最简单的花形 我们需要20克的馅料 10克的白面团 3个不同颜色的面团 每个5克 从白色的面团分出两颗的小面团 这个会做花形的中心 白色的大面团 那一面是用来包裹馅料的 同样的中心点个圆 使用颤刀的背部 把面团移分为三 同样的操作手法 三个等份分割好之后 在每个等份的中间分割一刀 我们就会有六个等份 把六个等份分好之后 可以使用画笔的尾端 或者是方糖的公斤 在面团的中心 稍微用力的点个点 画形基本上是做好了 如果有印花工具 可以像我这样把花朵按压出来 用点水 粘连在饼皮上 再用个糖猪 或者小圆面团来点缀 第六个花形 就做好 第七个花形 我们需要白面团五克 还有四种不同颜色的面团 每个五克 白色 白色那面做表面 颜色部分来包裹馅料 白色那一面就会白里透色 朦朦朦朦朦朦的感觉 颜色会更漂亮 这个会和第六个花形大同小异 那我们就不用参刀改 用竹签来操作 同样的在中心点个圆 使用竹签把叶饼分成四个等份 记得先轻轻的画上记号 再加点力道 把线条画出来 把四个等份分化出来之后 在每个等份的中间画上一条线 画形状好后 稍微的把多余熟粉扫掉 接下来再重新点个点 再用个糖珠或者只是面团装饰 第七个花形就做好咯 接下来是第八个花形 所需的面团为 15克的白色大面团 5克的白色小面团 还有5克的颜色面团 我用了蓝色 蓝色面团会放在 两个白色面团的之间 把鲜料包裹在白色小面团的那一面 用花皮尾端在中心点圆 使用缠刀背部把面团一分为四 再一分为二 总共是12个等份 利用翻糖的工具 每隔一隔45角度往下推 利用翻糖的工具 可以改用筷子的尾端 接下来利用画笔的尾端 在之前空做的部分 比较靠近中心的那一端 轻轻的点个洞 做好之后 用小面团和糖猪 点缀一下就可以了 第八个花形就做好咯 第九个也是最后的花形 我用了10克的白面团 15克的抹茶面团 抹茶面团来面包裹做馅料 现在中心点个圆 先用刀背把面团分成一半 把其中的一半先留着不动 另外一半一分为二 在两个四分之一出 划上三刀 形成八个等份 八个等份分好之后 可以在每一条线的下方 再分出一条线 这样会有一些错乱的感觉 另外一半 我们可以用锋利的小剪刀 或者像我这样尖锐的小钳子 先划出一条线 做花瓣的纹路 再用小钳子夹出一片花瓣 第一层可以有三到四片的花瓣 第二层的花瓣 千万不要和第一层重叠 尽量的搓开 那我们做三层的花瓣就可以了 做好后稍微的整下形 点缀一个中心就可以了 我们最后一个花形就做好咯 我这些都是参考那本的和果汁学习的 希望大家会喜欢 好 今天的影片就到此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一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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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